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David 今天呢我们做这个 Supreme前几周的开箱 前几周我们有po这个 Live Cup,因为实在是卡的 我也受不了了 所以什么都没买 然后呢,还好这个什么 前一周出的那个 Nike Dunk在 Nike官网上有 发售,所以呢我正好又 中了一千 然后就给大家做一个review 然后还有就是第一周 还没有给大家看的一些 单品,然后我看 有些小伙伴留言说要看 那个 书包的里面什么样子,所以 顺便就今天都给大家全都看了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 最简单的东西吧,贴画 贴画我这个 是新的一个,这个 就是那个save the planet的T 的贴画,然后他这边之前我上一次 第一周开的是 两条小的,然后这一整 这一次呢我重新开箱 那个剩下的那些货里面 发现还有一个这个 正常大小的这么一个贴纸 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贴画 但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 Levitation的那个T的贴画 那个我就没有 拿到了目前,所以呢 这就是贴画的不一样,然后 第一周的东西 还有就是 这一个 smoke的T,然后 然后这是一个natural 是一个,我感觉 有点米色,有点那种 穿衣服,白衣服穿 特别特别旧以后 那种黄色,就是 我不太确定这个好不好看啊 反而配上这个 smoke的这个烟的这个 字体的话感觉很脏 感觉是谁的烟灰 掉到你的衣服上,然后你抹了一下 正好抹成了一个 这个supreme的这个图案啊 这就是这么一件T 是第一周的,然后第一周还有一个 这个白色的heaven and earth T,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图案感觉 比较凸显一点吧,但是我感觉 这个图案因为它 这个框做的很单薄了,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再是用这种白色的T 在衬的话,就感觉看这个 图看不是特别特别的明显 我还是更喜欢 那个黑色的这个衣服 然后再配这张图就比较好 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是 第二周出的吧,我都不知道几周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 红色的裤子 是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 上一次第一周的 应该是第一周的视频 我开了一个金色的 就是那个黄色的裤子 然后这边是另外 买到的一个这个绿色 红色的,红配绿的 这个前 前一年吧,这个 这个Gucci色不是特别流行吗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Gucci色的裤子 那这个是个Medium的 Medium就大小还可以 不是说特别大了 上次那个XL稍微有点偏大 那这个主色就是 红色,然后两腿 这边是用绿色来衬的边 然后下面这个裤 脚这个地方吧,是 Supreme,然后是用白色写的 上次是黑色 然后呢就是这个Kone的这个 Hoodie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喜欢 反正它就是中间这个地方 画了一个这个 叫什么 施工的这个 叫什么 小柱子 的这么一个图案 然后上面写Supreme 然后图案的话感觉比较小 它,因为你看这个是整个的衣服嘛 然后它中间就是这么小 感觉不是特别大 嗯,那这就是 应该就是第二周买的全部东西了吧 那以上呢就是前几周 买到的这个衣品 大家还没有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这一些了 然后有一些重复的我就没有给大家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饰品,饰品的话 是买到了一个这个蓝色的 这个叫做Pelican 这个Case 它这个蓝色啊,确实是 感觉挺好看的 我不知道红色跟那个其他几个颜色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反正这个蓝色就是看上去就是那种 亮亮的很好很好的材质做的 然后这个Supreme 好像是印上去的 所以不知道大家如果在日常的就是使用 会不会把它磨掉 然后还这边有一个这个小勾勾 都是这个样子的 两侧呢它这边都有一个这种束环 你可以绑 我看有些人绑了一个就是腰 就是那个 跨带 然后在上面就可以把它当一个waist bag 但是这个 确实它本身已经就很沉了 如果你再搁手机什么的 我感觉跟背个书包差不多沉了 所以具体 大家可以 因人而异 那这个盒子呢是 好像是防震,防水 防很多东西吧反正 那它的开关呢就是这么一个扣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变上的 所以呢这个开关开关很多次 我感觉可能就会有点松弛了吧 然后它里面呢 是只有这个盒子里面底部 是有这个叫什么塑料衬托的 然后那塑料是这种空空的塑料 所以你这个东西在摔的时候 你就是把这个 叫什么波浪型给推进去 所以就不会 对这个里面成的东西 有太多的震 震动啊之类的东西 那它上面这一层 什么防护都没有的 所以 这个也只能是保护一点点哈 不是说你手机 你就从多少米下来 砰一下 这个盒子可能没什么事 但是那个手机可能内碎了 然后呢这个盒子的前面 在这个扣的底下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个小孔 这个孔呢就是当你在水下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就是横压 那就是这么一个视频 然后还有一些视频呢 比如说这个Post-it好像是上周出的吧 这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我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Post-it的牌子做的 之前那个Supreme还出过一个Post-it 是那种黄色的 我看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是正常大小的那个 叫什么 条啊 标题条 那这次它出的是这种 有flag形式的 它就是这边写着一个Supreme 然后这边有个箭头 就比如说老师给你判作业啊 帮你贴一个这个在你的作业本上 然后告诉你这个地方要改 然后你就去改就行了 然后这个呢 因为它有些时候Supreme出的一些便宜的东西 你都可以买很多个嘛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人可以买四个 所以呢 你就是你买一个也是配十块钱的这个运费 还不如买四个呢 对吧 那就是这样子一个单品 然后还有的就是上一周出的一个小灯 我这个灯简直我试的时候 差点把我眼睛给亮瞎啊 这个灯大家不建议大家就是直接对着眼睛 对着人眼照 虽然它只有380这个lumen啊 就对于现在的这个手电筒来说不是特别高 但是这个简直是亮到不得了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然后这个牌子也是专门做这个小灯做的比较好的 Supreme之前跟他们合作至少有两三次吧 我记得 那它打开呢是这样子的一个盒子 这个小灯呢就在这个里面 然后它这个钥匙链 我这个反正是没有连上的 所以是分开的 那这个小灯呢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小灯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像一个小猪啊 还是什么东西可以做的这个地方 那这边它是有一个开关 然后这边的一个按钮是调这个模式的 它有三档 一个是低量高中量然后高量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灯呢就是在正面 然后侧面 另外一个侧面呢就是这个Supreme的字样 那这个东西呢是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那种Tropical的颜色 就是热带雨林的颜色吧 还有一个就是它经典的这个红色 然后这个小灯呢它不是用电池的 它是这边下面有一个这个小钮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就这个地方 你把它抠开了以后 是一个USB充电的地方 但是这个小手电带也没有给配这个USB线啊 所以呢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给大家开一下啊 打开是长按 然后就打开了 然后这个就是最低档 然后中档 你中档就已经这样子了 大家可以想象高亮度是什么感觉吗 就是整个手都白的看不见指纹啊 就这样子 然后 然后呢就是两个帽子 那这个是Cordora的灯芯绒的帽子 也是上周出的吧 它现在帽子都是搁到一个小袋子里给你寄来了 然后这个质量还是蛮不错的摸着蛮软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Classic logo 就是这个Supreme 选这样 然后E的上面还有一个横 告诉你是平音 然后下面有一个New York是金色的线 缝了 我觉得这个帽子就是设计感 就是很classic很经典的一个帽子 然后它这个是6 panel的 所以说正常人戴也是会蛮好看的 不像那个Camp Cap一样 那另外一个帽子呢 我们就要说这个Camp Cap了 这也是第二周还是什么第一周出的一个什么帽子吧 我忘了 反正这个呢就是Camp Cap的形式 这边有一个经典的Supreme Box logo 这玩意天天出哈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不同了 反正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帽子的侧边呢 这边看 是 这个小细节做的也是蛮不错的 这个散热的这个孔 是用这种铁的Mesh来做的 一般的话就是给你钉两 缝两个孔嘛 对吧 所以这个小细节还是值得夸奖的 但是也没有说特别怎样 那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书包的里面是什么样啊 Prim的书包里面一般没有什么分层 所以它就是打开里面就是一体的 那看看这一批的书包是不是也是这样了 那书包打开了以后 这就是迷彩书页的书包 然后呢 它这边我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多扣啊 这边有一二三四五五个扣子 然后它都扣啥呢 我们把它都解开看看啊 这个好像中间的如果你要 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去拿的话 好像只需要解上面的扣子就可以了 然后一样它的拉锁还是蛮好的 然后这边还有小包 在前面这个地方 就这个Supreme Box Logo这个小区域也是一个小包 所以它这个是有两个叫什么 两个compartment 那这边的compartment打开 是一个 还算可以的大小的吧 这个大小我感觉连iPad都可以割了 这个大小 它里面还是有一个隔的兜 这边有一个拉锁 我们拉开以后呢摸一摸里面是 就是一个差不多跟我手一样大的一个小袋子 然后这边呢 它是有这样那种书包分层 比如说割笔啊 割小记事本啊 小计算器啊之类的地方 所以比上一季的书包感觉要好很多 上一季书包就是一个空的 什么都没有分层 就是一个书包而已 那这个稍微会好一些 大的这个compartment里面呢 是有一个笔记本的这个 叫什么袋子吧 你可以把笔记本搁 搁进去就不会跟别的东西互相刮了 然后呢 它的大小也是蛮大的 然后还有在这个书包正面的这个 叫什么 这一侧吧 它的内侧 最大的compartment里面的内侧呢 也是有一个拉锁的 拉开以后呢 就是一直伸到底 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大小呢 就是一直从这个地方 差不多从这个头一直到这个根部 这么大一个地方 这样子看来 今年的书包的质量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感觉它用了一个很 很实用的一个形吧 就是袋子很多 包很多 就是有一些有的霉的 你可以放笔的啊 这些小细节的地方啊 它都设计在里面了 然后后面的背带呢 就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书包背带吧 但是呢它这个左右 右边 左边 它有一个这个魔鬼毡的这么一个小袋子 你可以搁 这能搁什么呀 这能搁一个方盖手机啊 是不是暗示这个手机呢 这个魔鬼毡呢 是可以这样子拿下来的 你可以把它搁到左边 可以搁到右边都可以啊 然后在右侧的这个袋子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下面有一个supreme的小的box logo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 在这个袋子的这个稍微有点侧侧面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拉开一个这种小包 可以你可以搁点什么零食啊之类的 如果你在登山啊或者打猎啊 可以搁子弹啊 energy bar之类的东西 我感觉这个包 目前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很多细节很多地方可以搁分类啊 或者是搁你自己想搁的东西 OK 那这个所有的这个饰品跟东西衣服啊之类的 就说完了 OK 那我们这期影片的主角就来了 就是这一双nike dunk 跟supreme联名的这双鞋 然后一共三个颜色 我是种到这一双黑色跟银色 应该也是最最火的一双吧 感觉那双红色有点奇怪啊 个人认为 他附了一个这个白色的鞋带 他本来是黑色的鞋带 然后给了一个这个白色的鞋带 然后那个鞋还有一个饰品呢 就是在这个小袋子里 这边就写的也是一样的字体 就是world famous supreme nike 的吊牌 我不觉得这个 我这个没有买过这个dunk啊 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所有的dunk都有这个小吊牌 我感觉只有那个乔3还是乔4有这个吊牌 这个dunk应该没有吊牌哈 那这双呢是就是这样子的两个颜色 鞋头的地方呢就是用这种mitalic silver 来做的 还有这个nike gogo的地方 是一个比较凸显的有质感的一个塑料 它这边缝进来的 那鞋的剩下的地方呢就是比较主色 就是这种黑色的皮子来做的 然后鞋底呢这边也是一样跟前面 都是用这种silver来做的 那鞋底的地方呢就是没有那么mitalic 没有那么金属的色彩 就感觉是一个平平的一个银色 那它这个鞋带呢刚才看到的那个副的鞋带是白色的 这边的原配是个黑色的 鞋带的这个鞋叫什么 这个叫鞋带头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小细节 它是印的这个world famous这么一个logo 然后呢就是这个nike dunk的最经典的地方 就是像这个枕头一样的这个鞋舌哈 然后我发现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买嘛 所以这个还是挺新奇的 那我发现这个我不知道之前的是不是也是这样 但是这个鞋舌呢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松紧带 在这边连着这个鞋底的 所以你实际上也是不需要这个鞋带 可以就是穿的很舒服啊 但是这双鞋总体来说 我摸的是比较硬的 对于其他的鞋来讲吧 是比较硬的 感觉是说如果你买的是true to size 你还要再穿一段时间 可能它会更舒服一些 那鞋底呢 鞋垫呢就是这个 这边有印的SUP 然后跟另外一双呢 这边就是什么EME版 然后呢连起来就是Supreme的这么一个 鞋垫 那就是这个样子啦 这双鞋呢是在越南生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鞋标 是这样子的 然后前面呢是写着这个Nike SB Pro Dunk 然后呢这个鞋舌的前面呢就是它的这个鞋款的全名 Nike SB Dunk Low Pro 那就是这么一双鞋啊感觉 好看也不是说特别好看哈 但是确实之前还没有出过这样子的一个配色 和这样子的半前面是另外一个颜色的形式哈 所以就是还是蛮新奇的 感觉最近Supreme跟Nike出的鞋款里面 这双算是Top 3吧至少吧 最近没有什么好看的鞋哈 跟Supreme联名的 那到这里的话就是前三周所有我买到的东西 应该都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了 如果没有错的话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点个赞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订阅一波 那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